自称反塌心制度人民军联盟示威者因不满与警方的沟通结果 从国会前转移至乌鲁彭路持续集会 并宣布将进行持久战 为防止集会出现混乱局面 防范反塌心制度人民军联盟民间团体示威进一步扩大与升级 国家警察总署于本月13日宣布扩大管制范围 至国会周边14条街道 强调这并不是扩大实施国内安全条例的实施范围 只是利用警方权限实施严格防范暴论措施 详情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之前警方已针对民间团体集会的国会办事处 及周边杜喜帕纳空彭帕三个区实施了安保措施 以防止抗议活动拖延太久或造成治安问题 导致示威者遗失到拉马六路乌鲁鹏路口进行持续示威 随后警方于本月13日突然宣布 对国会周边14条街道进行交通管制 包括乐差失马路部分路段 彭氏洛路 武通内路 利奇路 拉马五路部分路段 宿可泰路 乐丹能外路 批差部分路段 纳空沙旺路部分路段 沙阿玉他亚路部分路段 佛筒路以及空卡圣路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在乌鲁鹏路口的集会示威有扩大趋势 由于有其他的民间组织宣布加入示威队伍 有可能再度移失回到国会周边街道地区 防患于未然 警方决定宣布国会周边街道为管制区域 被获警方允许不得进入或使用街道 对于警方的此次行动 反塌陷制度人民军联盟领导人之一乌泰表示 反塌陷制度人民军并没有打算在近期内解散 将会持续乌鲁鹏路集会 并与民间改革团体进行协调 推动社会与政治改革 发起针对政府的各项抗议集会 而集会活动仍会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进行 除此之外 他还表示 人民军联盟的目标没有改变 将召集各方民众力量驱赶应拉政府 而人民军领导人之间 也没有外界谣言的那样存在矛盾 每个人都在认真履行职责 带领民众抵抗执政党的修订宪法 与推行赦免条例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郑辉 张大威 泰国曼谷报道 为了市场叫orro Charles 特意匆医院一战